大家好,兰花在生长旺盛期对水的要求特别高 我们都会给它增加浇水量还有次数 但是进入了夏季,虽然水分增弹的比较快 也要给它增加浇水量 但是我们给它浇水也要给它做好伤害 才能让根势生长得好 避免出现烂根或者是病害的现象 首先第一看就是看天气还有通风情况 如果通风条件好了 我们可以给它大量的浇水 如果天气闷热,通风条件又不好 就要给它减少浇水量 否则兰花根是不仅容易出现烂根 还会影响叶片的光泽度 第二看就是橘柳 我们所用的橘柳是粗颗粒橘柳 给它浇水就要勤快一些 如果是软橘柳或者是细颗粒橘柳 我们就要给它少浇一点水 第三看就是花盆 我们所用的花盆 比如像我这种就是盆壁有非常多的排气孔 底部的粒水孔也非常强 使用这种花盆我们给它浇水就要多浇一点 如果使用的像这种花盆 只有底部的粒水孔 盆壁没有透气孔的话 我们给它浇水就减少一点 因为这种花盆蒸发的水分比较慢 少浇一点对根室好一点 如果浇水过程容易出现烂根的现象 那么继续下去给它浇水 都会给它带上一点这种渊负荷盐液 这种盐液不仅有效地改良涂养 而且在微生物的作用上 就会分解出土壤里面的腐质菌 使土壤疏松透气 可以增加盆土里面的有益微生物 使用的量就是1比1000 每次浇水的时候 以水带肥给它浇 那么盆土的有益菌增多了 就以极力产生更多的共生菌 根绪才会更好的生长 这样就防止兰花根绪腐烂 还有减少一些病害的发生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